每一年少的初冬季节的时候 高雄的空气品质都不太理想 所以环团是连续八年上街要求改善 今年更是邀请到了四位市长候选人提出对策 其中陈其迈是喊出二零二六年 利品空品两绿九成 而至于柯志恩是希望市民可以抬头就看见蓝天 高雄一整天雾蒙蒙空气品质不佳 空品指标AQY除了美农站普通以外 直到下午三点其他车站仍打橘色提醒 每到秋冬季节高雄市摆脱不了空污买害 环团连续八年上街诉求改善 选举将借邀请四位市长候选人提出对策 七天工程厂在二零二五年 我们希望说全部能够脱美 那新达电厂在二零二五年 也能够这个这个提早除疫 原来是二零二六年大家知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把二零二四年 就会转成备长 陈其迈空瓶五策利 力拼二零二六年空瓶两绿九成 皮炎二点五良好日数过半的目标 成为这个南部人 所以我们要送你一台空气清净机 南漂的国民党候选人柯知恩 收下环团制证的空气清净机 也发出反空污 五件对策 要让市民抬头看见蓝天 台中有一个声媒的自治条例 但是很抱歉 他在二零二零年的三月的时候 就被行政院给废治 那时候呢 我们的陈市长是副院长 如果你对高雄人好的话 你就应该站起来 好好的对抗中央 此外五党籍的真颖利则指出 高雄港货轮是最大的污染源 要求改善暗电系统 恐无治标 另外五党籍的真颖翔 要迁移大社工业区 高污染集中管理 并透过废弃排放税 让厂商有感 除了空污和市民息息相关 还有土地正义行动联盟 凌远返区段征收自救会等团体 也到场 把握机会要向陈其脉陈情 引发一阵骚动 索性没有冲突发生 记得你喜欢孟昭全 高雄报道